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来关注NZ936的视频新闻更新 今天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身价 我们要来看奥克兰市议会最新的CV估值 其实这个CV早在星期天的时候曾经是登上了奥克兰市议会的网站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凭空修饰了 那今天早上是正式上线 所以在周日如果大家没来得及查的话 现在可以去查一下了 那么拿到手的最新数字是看到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那么这个CV的平均增幅是达到了32% 也就是33万8千纽币 这是全市 如果分地区来看呢 我去查了一下 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Vetakry啊 西区还有Papakura也是在南区 这个增幅基本上都可以达到37% 那涨的稍微少一点的 像北岸大概是26%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CV的增幅来计算呢 可能我们的地税会面临着6%的增幅 无论认为它过高或是过低 都可以和市议会呢 去重新申请让它来重新来评估自己家的CV 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件事情 也是一个重头戏 就是商业委员会对于超市的 是否竞争充分的调查报告 总算是出炉了 那么在新西兰呢 如果大家不说啊 可能不知道 整个全新西兰的食品杂货的这个行业的价值 达到了220亿纽币 目前是由两大巨头所垄断的 一个就是Foodstuff 另外一个是Wallworth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了 那么前段时间就一直在说 说这两大的集团在新西兰把控着 整个的食品杂货业 是不是存在竞争不充分的因素呢 商业委员会经过调查 在去年的7月份曾经出过一个初步的报告 当时就在说 两大巨头的营业的这个利润 其实是比国家 其他国家的很多相同行业要高的 但这份报告出来呢 反而却把这件事情给否决了 是说哦 查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高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打脸啊 那么同一时间呢 商业的委员会也给出了4点建议 这4点建议的目的 当然就是为了说 可以让我们的超市的价格 民众买到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这4点建议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也可以听听有没有用 第一点就是说 释放更多的土地 现在呢 很多的土地都是被这两大集团所掌控 他们不会允许在他们 比如说方圆多少公里之内 有其他的竞争者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可以被取消 第二件事情就是让这两大巨头 也是自愿的 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商品呢 是wholesale给其他的零售商 这个能不能做到 不知道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到了 说在这个竞争方面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 code of conduct 就是我们说的行为准则 但这个行为准则 究竟谁来制定 这份报告当中也没说 最后一点 就是给消费者更多的信息 让消费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内容 从而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这就是商业委员会给出的4点建议 究竟有没有用啊 我们要拭目以待 政府给出的回应 可能会更加的重要 所以今天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网站也会持续跟大家来更新 看看政府会不会对这份商业报告 给出最新的回应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NZ936的网站